你怎麼說是怎麼說是怎麼說下來的 大家好我是AE 你想要出門分享我的菜鈕菜單 現在先填爆肚子 我以前很愛吃 我以前很愛吃 我曾經把自己吃成一個癢 但我是怎麼瘦下來的呢 第一次減肥的時候 我吃非常非常低流量的東西 然後犧牲我的睡眠時間 每天跳兩個小時的增多驗 那個痛苦指數真的是很高 我每天都在肚子餓 然後精神非常的不好 一直在生氣 你吃東西大概就是 你可以去查那個籠中減肥餐 可是那個真的很痛苦 我大概那一陣子 這樣持續了一兩年 我才真的有瘦下來 但是之後的腹胖也是一直反反覆覆 總之就是身體狀況變得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減肥方式 你看現在我要煮的東西 可是我昨天就先洗好的光葉菜 今天稍微燙一下就可以了 那時候我反覆的腹胖 可以胖到什麼程度呢 一個禮拜 大概長3公斤都不是問題 那我全身都很鬆的時候 我的運動程度是怎麼樣呢 每天啊 每天每天每天 我大概持續了半年 每天會持續20分鐘以上的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包含了可能跑步啊 有長速跑 間歇跑 或者是一些深蹲跳 還是波比跳之類的動作 讓自己傳了要死大概持續20分鐘 學習一些徒手的動作 我當時我每天運動大概 一天差不多都要一小時 我就這樣持續了半年以上 我的身體就開始不會再 瘋狂的膨脹 瘋狂的暴走 有時候很忙的時候也不一定有運動 但是我基本上讓自己持續大概 一個禮拜有兩天一次一小時以上的運動 就跟我當時每天要做運動的習慣已經不一樣了 其實有人建議我應該要一天有氧一天重訓 或者是乾脆都不要做有氧了 但是我覺得有氧之後再來做重訓 那個包含是我很喜歡的 所以我調整到最後 現在還是恢復我自己喜歡的模式 待會要分享的菜鳥菜單 是對我自己有效的菜單 你可以詢問你的教練 或者是持續一段時間 看看什麼樣的運動會對你有效果 這些動作強度不會很高 但是就是想辦法 把它做到標準 當時我每天都會做二十分鐘的有氧 然後二十分鐘的有氧過後 我就會緊接著訓練我的 看今天要做臀啊 還是今天要做腹 或者今天要做肩背 就是輪流的交替的使用 那我今天要拍的是 我關於臀腿的 之後我也會分享我的腹部 還有我的手臂 你吃正常的食物 吃圓形的食物 試著去算你的體體一一 我平常吃的東西 盡量是簡單料理的圓形食物 今天吃蝦仁義大利麵 用一些橄欖油煎蒜片 另一鍋燒開水 要煮義大利麵順便燙花椰菜 吃蒜 蒜頭變色就可以下醃過久的蝦仁 蝦仁表面變色就可以起鍋 原鍋煎香雪白菇 義大利麵醬我會像這樣冬成片狀 要用多少就折多少 麵軟了直接繞過去 煮麵水直接拿來燙花椰菜 再加一點自己種的迷迭香 把蝦仁倒進去 再加喜歡的調味料就完成了 這樣是我的午餐 我常做的有氧運動有哪些呢 我常做的有氧運動有哪些呢 常速慢跑 地形征服 各種彈跳 逃命狂奔 有氧時水質保持核心收緊 吸吸吐的調整呼吸 盡量用鼻子吸氣 喉嚨才不會乾巴巴 這樣喘二十分鐘以後 剛剛握起來的雙腿 來個分腿炸的弓箭步蹲 身體成條狀直上直下 手可以自己搭肩取暖 也可以右壓層次保持平衡 把沈重的任務 讓給前腳的臀腿 徒手深蹲 核心收緊 挺出長輩 下蹲到以地面平行 或者是略低 起身招呼一下屁股上圓兩片肉 腿很痠沒關係 繼續喚醒屁肌 躺下來搭臀橋 把屁股整顆叫醒 不要狗公腰的力量抬 你的屁股 絕對高抬得了你的巴掌 我的屁股也可以搭在我的踢旁 逆心引力是徒手腹中的好夥伴 手裡開 很害羞卻很有用的 不需要側身尿痕眼拍很高 我只要屁股有嚇到就好了 好 這好像小口大亮 做完這五個動作 下樓梯應該會搓勒搓勒 搓勒搓勒 如果沒有感覺 就要加強強度了 全身都海撩撩 海撩撩 一次運動大概都會只需半小時 會講錯 不是很鬧空 鬧空 鬧空啊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幫我按分享 還有訂閱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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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